这次到日本最主要是参加东京都他们所举办的Sushi Tech 也就是永续科技城市峰会 届时不只和东京都有很多的交流 同时也藉由这样论坛的形式 可以跟世界各主要城市的首长来见面 来交换城市自己的经验 所以去年是李副长带北我们去 那今年也因为二月份的时候 东京都市小子白儿子来台北访问 他当面亲自提出邀请 所以这次特别安排 另一方面当然也会去看一些东京都相关的市政建设 另外也会见一些老朋友 同时包括自民党的清联局 以及包括几位国会议员等等 我们都会藉由这一次的出访行程 来进行并强化更多台日之间的交流跟合作 市长也去看东京巨蛋 因为他一年有四千万的造物游客 我们会不会来吸取他的大巨蛋经济 这一次在紧凑的行程当中 我们也特别安排去东京大巨蛋 那也非常感谢相关的安排能够由他们的仲裁 来出面帮我们介绍整个东京大巨蛋 他们从1988年开始到现在 历经几次维护及升级 也同时举办了非常多的国际赛事以及演唱会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很高兴能够跟他们吸取相关的经验 也希望他们能够传承并且做很多的经验交流 那东京大巨蛋也是日本独卖巨人的组成 他们在今年初的时候也特别来到台北大巨蛋 跟我们的职棒队有比赛 当时他们也对于台北大巨蛋整体的规划设计 还有他们实际比赛的感受表达肯定 那未来我们有很多可以跟东京大巨蛋接近的地方